李时珍的故事 李时珍的故事由羽狐传说 死人整活 巧用炼金术等 其中羽狐传说与他出生有关 相传李时珍出生那年 他的父亲在湖边打鱼 得石头羽狐神提醒后回到家中 而李时珍刚好落地 于是起名为石珍 一羽狐传说 相传李时珍出生那年 他的父亲在湖边打鱼 几次落网都一无所获 最后一往拉起来 感觉沉甸甸 欣喜若狂 打捞上岸却是一块石头 但是石头却是一个羽狐神 他赶忙回到家中 李时珍刚好落地 于是起名为石珍 二 死人整活 一日李时珍和徒弟来到湖口 正见一群人抬着棺材送葬 而棺材里面只往外流血 李时珍连忙查看 发现流出的血并不是鲜血 而是淤血 于是蒸得主人同意后 开关诊治 妇女并醒了 并顺利地产下了一个婴儿 三 巧用炼金术 家境皇帝迷信仙道 方是看准皇帝的心思 便想要炼制不死仙丹 博具皇帝的开心 李时珍知道 仙丹多为水银 铅 丹砂 硫磺等有毒物质炼制而成 于是他坚决反对服用仙丹 利用炼金术烧制外用药物 将此记载在《本草纲目》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